在去年以来 其实国际上也有很多的研究 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死亡率 对于生育等等相关的影响 那么我们中国的学者 也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影响 目前的大多数的研究表明 新冠肺炎疫情 对出生产生的冲击是负面的 那么新冠肺炎疫情 对于中国的出生人口的影响 我们的新冠肺炎疫情 还在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